收到一張來自警察局的一個證訊的通知書 其實我原來也不曉得原來告發我的人竟然是衛福部 因為其實在十月中我們曾經在立法院的公聽會 把所有為什麼我們會講萊豬就是讀豬的科學證據 已經寫了這樣的一本小冊子 我還有我在我旁邊的王文心博士 還有我們彰化基督教醫院小兒腎臟科的錢建文主任 我們都是用科學查證的精神 把所有的科學證據寫在這裡給我們的衛福部 那裡面我們也附上了所有的論文網路上面可以查得到的部分 那我相信我們的衛福部官員的專業 絕對可以了解這些科學證據 完全可以跟美國政府來說服說 因為現在跟2012年更不一樣了 哪裡不一樣 萊豬有毒的科學證據越來越多 那大家剛剛有看到一張照片嗎 這是一張很歷史性的照片 這是當年我們的執政黨 當時還是在野黨的時候 有現在的總統當時是擔任黨主席的樣子 辦了一場反毒牛的大遊行 當時萊牛就是毒牛 那當年可以講萊牛就是毒牛 為什麼今天不能講萊豬就是毒豬 所以我還是會在10月25號按照警察局指定的時間 如果他說要我晚上10點 我就會晚上10點去 那我會帶這本小冊子還有這張照片 那我會申請傳訊我們當今的總統 就是當年的黨主席蔡英文博士 請他講講看當年他為什麼說萊牛就是毒牛 如果他可以說萊牛就是毒牛 當然我更有證據來說萊豬就是毒豬 現在就是對外談判軟弱 對內鎮壓強硬 我只不過是一個小醫生 你用三年以下的行者的食安法 而且很奇怪的是如果我有違法 你大可以直接告發到地檢署有檢察官來做初步的判斷 為什麼你要拿給警政署 再叫警政署拿給刑事局 再叫刑事局拿給地方的警察局 其實警察機關他們也非常的痛苦 因為他們不能不辦 所以我希望蔡總統要對台灣的民主放手 輕一點讓我們的醫學界可以用科學證據來捍衛我們的國民健康 那待會我先讓我們主持人來主持 那如果待會有時間再請我博士報告那篇科學文獻 謝謝蘇醫師 那也為台灣所有的民眾承擔了非常多的壓力 那我想我們在這邊表示的是 衛福部今天用這樣的食安法的方式來告發 其實並不是真心要討論萊克多巴胺的科學問題 這個舉動只是想要恫嚇所有的台灣人民和台灣所有的知識分子 閉上你的嘴巴不要再出聲音了 否則你的下場就跟蘇維碩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對於衛福部這樣的行為感到非常的悲哀 因為這表示台灣的民主又倒退了30年以上之久 那這樣的行為又回到了威權時期 甚至是白色恐怖時期的打壓 今天衛福部他這個部會不僅沒有站在照顧人民健康的職責上 努力的去做到 反而變身為警總可以動用警察機關來對小老百姓施加壓力 甚至很多的解釋都已經超過了大法官的程度的視線的程度 所以我們不曉得衛福部這樣的職責究竟是何在 反而是他這樣的恫嚇的舉動 是使我們台灣的民主更加的一敗塗地